这样啊 我们按照上楼再推演一遍 嗯 好不好 零点 真上楼了 嗯 然后 那就是在4602被杀了 对 被喷晕了至少是 好吧 对 然后 1点零五分 嗯 那就是凶手 是从4602下楼 对 有45秒钟在电梯里 对 凶手穿着红衣 戴着箱子吗 那个时候死者应该也在箱子里 还是说那时候是空箱子 反正凶手是带着一个箱子 在1点零五分下楼 嗯 好 下楼了之后 五分钟以后 也就是1点十分 凶手穿着红衣 再次上楼 回到4602 这都是2 2号门径 2到2 2到2 对不对 第三次横穿 对 这个是2到1 现在就是我们要让它 在这个时间和这个时间 完成一个 从4602到4601的移动 把一个尸体运过去 对 对 还有没有可能是从4702直接下到 比如说 这边的2层 然后从2层楼梯上去 2楼 它怎么把尸体弄过去的呢 那这种可能是在1楼 我觉得横穿还是在46 或者45楼 它只有几分钟 它要从1楼再跑到46楼 1点十分再次上楼 我们我们是从4702直接下到2层 然后从2层楼梯上去 它从4602下到1楼 是45秒 45秒对不对 对 然后它从1楼 走楼梯到2楼的 走楼梯到哪儿 可以到任何一个哪边都行 左右都行 我了解了 它的1楼可以从1号走到2号 从2号进 然后走到47楼 走到47楼 然后再换 再换下来 同样是45秒 它到了4702 这个位置 它就可以从楼梯 把尸体遇到460 拖着就下来了 这很厉害 同样它是二进二出 把尸体拖到4601之后呢 拖到4601之后 它把玩的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家乱七八糟的 塞到里边的 它把这个 收起来 藏到自己的裙子下面 它回到4702 4702 在4702表演了个拳 穿过去 然后走楼梯到 再到4602去控制 控制机关 和把这个东西 带到了4602